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登陆时中心风力达到每秒45米 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 广东多地进入了台风特别紧急防御状态 那么有关台风天歌的最新情况 马上来连线正在广州的Knews记者李宾 李宾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台风对于当地的影响有多大 好的 那我现在位置是在珠海的市区 那台风是在今天中午 大约一点钟前后的左右登陆到珠海市 那当时是带来了非常强大的一个风雨 然后人走在户外的话 一个成年男子可能也要稍微下移一下重心 才能站得稳 那这个风雨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 对市区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包括了是树木的一个吹的倒塌 然后户外的一些广告牌 招牌都吹飞掉了 有些贴皮屋顶也被迁翻了 然后在登陆点附近的一个地区 也是出现了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 那个水也是漫到了最高的可能又漫到一些小车的车顶左右 那现在在市区里面 但到现在为止呢 风雨已经暂时弱了很多 因为这个台风的中心已经逐渐向这个广东的一个西北部方向移动 那所以现在珠海市区还是下着小雨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台风今天中午登陆过后呢 是造成了全市的大面积的停电 那一直到现在呢 还是全市还是很多地方 包括我现在所处的地区都是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 那户外无论是户外还是户内都是一片漆黑的一个情况 然后对此呢 这个南方电网也是正在进行着抢修 包括了调动了整个珠海的2000多人的一个抢修队伍 以及也是从东莞、汕尾和湛江等地也是调派了一个抢选的工作人员来抢修 那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这个珠海市区的一个用电的一个使用 那目前珠海当地都采取哪些防御的措施呢 就是从昨天开始呢 这个台风陆续逼近的时候 珠海是已经发布了一个防台风一级响应 也是提早的通知今天台风来之前呢 是全市是三平 就停产停客停工 但是呢后来又增加了停业 就是一些经营性的场所呢 也是建议他们结束营业和暂避这个风雨 那停客方面由于现在是暑假 可能就影响不大 而停工方面呢也是在珠海这边有一个在建的 可能说大桥它有中间有两个在海中心的人工岛 那个台风经过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施工运员有很大的一个危险 所以他们也是提早让他们回到岸上进行占地 那到了今天下午为止 这个防台风响应可能正在逐渐的一个缓和当中 好的谢谢礼宾的前方连线 下面进入今天的扣机话题 在今年的高考当中 安徽籍盲人考生王崇已高出一本线88分的成绩 被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 8月16号的时候 王崇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学校报道 办理入学手续的时候 学校以安全问题为由 要求王崇在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 在校外租房不能够入住学生宿舍 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我们先来看此前Knews调查记者 王淑玲的报道 很早就想当数学老师了 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到这边这么多麻烦 都是很高兴 我还是坚持我的考这个普通高考的 这个选择 王崇来自安徽省宿松县 是先天性盲人 今年高考 他以高出安徽高考一本县88分的成绩 被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 很早就想当数学老师了 这个政策正好就是 相当于是提供了一个捷径吧 我能考证这个 肯定对我将来更好一些 他每天就是下来 他妈妈做饭 他就下来吃饭 回来扣了下来倒水 要不就下来上下厕所 他其余是就在楼上学习 2014年3月 教育部下发通知指出 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 这一通知 对王崇这样想要参加 普通高考的考生而言 无疑打开了一扇窗 然而 来到东北师范大学报道后 王崇一家人如坠冰哭 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到这边这么多麻烦 都是很高兴 学校要求我们在外面租房子嘛 租房子 学校的意思是说 出一部分 他问我们能承担多少 王崇的家庭十分贫困 因为没有宿舍 一家三口挤在50元一天的小旅馆里 吃着廉价的盒饭 王崇至今也没有见到任何同学 没有参加过一次班会 甚至都没有拿到校园一卡通 想住校 因为很早就非常向往大学的生活 好 现在来介绍演播室 邀请了嘉宾 我的同事调查记者王树林 树林你好 刚才这个短片也是你去拍摄的 据我了解你当时是在辽宁 是拍摄另外一个选题 怎么会想到跑到东北师范大学 又拍摄了王崇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之前在新闻上就已经看到说 安徽唯一的盲人考生 已超出一本线88分的成绩 被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 因为我认为这个从新闻的角度上来说 它其实就很有去挖掘的价值 因为确实我们此前也很少看到 就是盲人他是考普通高考的这个途径 考上重点大学 像这么好的学校 确实之前我也没有听到过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条不错的新闻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他去了学校以后 学校会怎么安排他 怎么接待他 他要如何开始他的大学新生活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探讨的 所以我当时就从辽宁做了卧铺到的长春 然后我还比他要早到一个小时 比他和他的父母早到长春 可能对于一个媒体人来讲 这个选题的本身就是很有新闻性 也很有在发掘的地方 其实确实是这样 我们很少听到说盲人能够上一个重点的高校 而且成绩还高出这么多 本来就很好奇 那么之前我们国家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对于你比如说市长的这样的学生 有了这样的新规呢 最早的时候我们国家 其实盲人是没有机会能够就读这种高等学服的 是到大概90年代的时候 有了一个规定 就是说盲人可以考单考单招 比如说北京联合大学 或者是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 你说的单考单招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单考单招的意思呢 就是说盲人考生可以去考 对盲人专门设定的一个考试 比如说有语文数学 还有呢就是因为基本上中国的市长人士 都是去从事这个盲人按摩的这个工作 所以他这个专业呢 就是五年制的中医专业 就是针灸推拿 所以说他这个专业当中 单考单招 可能也会考一部分中医推拿的这个专业 这样子 也就是他走的这个途径和普通的高考 我们所谓的考文宗理宗 考英语数学语文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时间也不同 他会在高考之前 一个月一个多月之前就完成 那么从2014年开始呢 有一个盲人他推动了这个事情的进展 那么从2014年教育部就下发了一个通知 就是说普通高考 如果在这个省市 他有盲人需要考普通高考的话 那么就把他们这个省市的卷子翻译成盲文 专门去给盲生去考 也就是如果说全省只有一个人 一个盲生考的话 那就给他单独开一个考场 让他在那里摸盲文卷子答题 也是用盲文来答题 然后这个呢 就是说他考的卷子 考试的时间和我们平常的考生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6月8号6月9号考这几门课 只是说把时间拉长 因为摸盲文的时间会比较慢一点 比如说拉长一个半小时或一个小时这样子 但是他的考试的难度 他的考试形式和普通的考生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盲人他是在一个同等的情况下 和正常的考生竞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丑能够高出一本线88分的成绩 考量东北市大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 此前像我们很多有这样的报道 比如说知残的学生 然后比如说有父母照顾的 或者同学之间互相照顾 把这几年大学生活度过了 但是对于这个盲人考生来讲 确实是很少有过这样的一个了解 那我想知道的是 你在提前一个小时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长春的火车站 就在等待王虫了 那么等待他们一家人 看到他们一家人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我在等待的那一个小时过程当中 就给学校的宣传部打了电话 当时学校的意思就是说拒绝采访 希望我们不要影响学生的生活 但是因为我们的初衷 也并不是说为了影响他的生活 我们其实最初去报道这个新闻 是为了去报道孩子自强不息的精神 也并没有想要去发现什么纠纷 其实都没有 去发现这些矛盾 其实没有这个意识 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很难的 自强不息的 对 典型案例 对 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里去以后 其实因为我们一直有跟他的父亲联系 然后他父亲也跟我们说 他的火车晚点了多少时间 然后已经到了 我们刚刚见到他父亲的时候 他们学校的学院的团委书记 就把他接走了 就把他们一家三口都接走了 就没有和我们说得上一句话 等到全部谈完了以后 当天他们全部谈完了以后 然后他们住在学校安排的宾馆里 然后他爸爸又再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去再和他谈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学校对于王宠还没有什么安排 不知道他就是究竟 比如说考试情况应该怎么考 书应该怎么样念 然后学校呢 也是跟家长说的比较明白 不是说我们东北师大的问题 可能各个学校现在都没有相应的盲文课本 如果孩子一定要上这个学校的话 一定要读数学系的话 可能就是要跟普通的同学一样上课 一样去接受知识 也就是说希望王宠能够从此放弃盲文 王宠其实是有一丁点的势力的 就是把这个纸上的字有这么大个 他贴着这个眼睛 这样是能够看到一点的 所以他可以用计算机来答题 他虽然不会写字 大部分的王人都不会写字 但是可以打字 然后所以他们就用最后的协商的结果 就是说可能会让王宠去用计算机来答题 但是学习的话 完全还是要看王宠自己的自学能力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在火车站的时候 你也见到了校方的代表 对吧 来接王宠 那么当时有没有跟校方有过交流呢 正对这个事情 完全没有办法交流 就是我当时和王宠的父亲站在一起 然后校方的人一过来就把我隔开 然后就把王宠的父亲就这样半嫁着嫁走了 等于我既没有来得及和校方说上一句话 也没有来得及和王宠的家人说上一句话 然后我们就被分离开了 然后当时其实是觉得有一点突然的 然后王宠的父亲事后也跟我表示 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刚刚看到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上话 人就被学校带走了 但是呢 确实我们觉得学生来报道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采访其实都可以放后面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此后再去跟学校的任何一个部门打电话 包括王宠的辅导员 包括他们学院的这个 他们学校的那个宣传部的领导 都没有再接过我的电话了 那么对于学校这样处理这个事情 你有想不通的地方吗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想不通的地方 因为我在去之前呢 是有过一些想法 就是我觉得可能 盲人上大学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案例 对于学校来说确实是比较棘手的 我有想过学校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安排 但是没有想到说学校没有想好怎么安排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学校没有想好怎么安排吧 他也觉得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去面对媒体 所以他们也就拒绝了采访 这个心情我是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就当时他们采取的这个措施来说 就比方说都没有想好说让他们住在哪里 然后也没有带他们去宿舍 也没有让王宠去开班会 然后这个我觉得不是非常妥当 在刚才短片当中 我有一个片段我印象蛮深的 实际上王宠如果是报道的话 应该和所有新生是一样 到这个学校宿舍里去入住 但是现在学校以这个安全为由 就是让他们一定要到校外自己去租房子 而且这个租房的费用是由家庭自己来承担 当时是这么说的 因为当时就是照道理来说 一般情况下我们新生去报道 肯定是首先把行李放在宿舍里面 然后王宠当时和他的家人也是这么以为的 然后王宠还兴高采的跟爸妈说 你们可以去住旅馆 我要去住宿舍了 结果学校说并没有给你安排宿舍 你必须要跟你的父亲或母亲一方在外面 然后需要你的父亲或母亲陪读 在校外租房入住 然后当时这个王宠其实内心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因为他非常想要住校 他觉得住校是融入大学生活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学校就觉得他住校的话 可能会有诸多的不安全 包括他可能比如说同学可能之间不注意 也许可能会碰撞到他 会引起一些受伤 或者说他自己因为看不见的原因 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安全的问题 那么这个教育部的新规是从14年开始发放的 应该说是从15年就正式的施行了 那么151617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那么对于东北师范大学来讲 就这个三年的过程当中 他们从来没有接收过盲人学生吗 从来没有 王宠是第一个 对于东北师范大学来说 王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的 在此前已经有其他的学校接收过盲人的学生了 我了解到的武汉理工大学和温州大学都有接收过学生 当时处理的还是比较妥当的 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武汉理工大学的那名盲生叫做黄英 当时他去报道的时候就是住的宿舍 然后给他们的宿舍装上了那个防状条 就是像这种边角的地方都装上了防状条 然后给他配备了一辆住残车 也就是电动车 然后由学校学生干部轮流给他开 这样子就是可以保证他比如上下课中间的转换 或者是去食堂吃饭这些时候 都可以保证他能够路上的安全 主要是这样的 就不能说这个方法一定是很好 或者说我们无从去判断这个方法好或不好 但是我觉得这是学校的一个处理方法 但是在东北师大这个地方的话 他们就觉得可能住在校外是比较相对比较安全的方法 所以他们就觉得需要有家长的陪读 这样比较安全 那最后协商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王宠已经在校外 就是在离学校一墙之隔的一个小区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房租是由学校出的 因为我是没有看到那个房子 据学校的官方回复是说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然后给他和他妈妈入住 然后王宠的父亲现在已经踏上了回安徽的火车 然后他已经回去了 然后可能接下来就是王宠和他妈妈要一起在长春开始他的大学性生活 那可能对于王宠这样一个家庭来讲 其实他的学费包括生活费还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那你有没有在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他父母都是做些什么 家庭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 他们家还是非常贫困的 他父亲是做装修 就是可能是水移工或者是西墙工这样子的工作 然后他母亲是无业的 因为王宠的特殊情况 他母亲必须要照顾他给他料理生活起居 所以他母亲本来的打算就是说在王宠入学了以后 他母亲就可以解放了 可以出去打一份工 但是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况的话 他母亲又等于再次失去了生活来源 他们全家唯一的经济支柱就是他父亲的这份工作 所以他们家确实是比较贫困的 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 他们第一天住的是学校帮他们找的一个旅馆 因为学校当时没有帮他们把旅馆报销掉 所以他们当时就是住的那个100块钱的旅馆 其实讲真的 我觉得现在100块钱的旅馆 对于正常的人来说 好像没有什么那么不能够接受 但是当时他爸爸就跟我说 太贵了 我们住不起这样的旅馆 他就去找了一个一家三口 挤在一个50块钱一晚上的那种 小平房的那种小旅馆里面 有点像民工房的那种感觉 然后环境真的是特别差 可以从刚刚的画面里面感受到 然后他父亲就是连这50块钱 他都觉得出的好冤 他就说我一天要花50块钱 在这个房费上我觉得好不值得 他说如果能够 我儿子能够住宿舍 我们就不用花这个钱 我们现在可能都已经回安徽了 说明他们真的是家庭条件 还是比较差的 那你观察下来 他们吃饭都吃些什么 就是在这个平房旁边有一个特别小的 都看不见店面的这么一个快餐 像路边摊这样的一个快餐 然后他们就三个人吃一个10块钱的盒饭 然后三个人吃 然后我想请王宠吃一顿饭 我听见他就跟他爸爸用家乡话 他怕我听到很轻轻地用家乡话 跟他爸爸说点一份米饭就好 最便宜的 他不希望我为他破费 他确实就是这孩子也很懂事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家庭来讲 经济的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是的 那我们栏目呢也发起了一个捐助 那现在出现在屏幕上的二维码 是看看新闻Knews 与腾讯公益共同为王宠发起的募捐通道 上款接受方为具有公募资质的 上海仁德基金会 那募款的上限是三万一千五百元 那我们在这里承诺 接受公众的监督专款专用 全部用于帮助王宠和他的家庭 那我想问一下书玲 这个三万一千五百元 是主要用于王宠的学费 还是生活费 是怎样算出来的 这个三万一千五 这个学费呢 因为在王宠考上大学的时候 已经找到人资助了 主要是一个生活费的开支 而且因为我刚前面说了 他母亲本来应该可以去挣钱的 但是因为现在要跟他陪读 所以他母亲又失去了这个生活来源 所以他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困难的状况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就是盲人是有很多 住残的这个 比方说一些无障碍的配套设施 比方说点读笔啊 或者是最好能有一辆小电动车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现在对他的家庭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经济负担 而且对于王宠来说 是在学校里的一个必须的工具 对因为他曾经在盲校读书 盲校是有非常完善的这个无障碍配套设施的 他是不需要这些 额外花钱去做这些事情的 但是现在大学里因为没有这样的设施 所以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去花钱做一些配套的无障碍设施 这个确实要需要一笔经费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目前来讲 还算是比较乐观 王宠有了一个着落 可以在校外用不花钱吧 或者是学校出全部的费用能够住下来 大学是可以读上了 那么盲人通过普通的高考 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学习 这只是他们迈出自己梦想的第一步 进入大学之后 这些特殊学生的权益 如何才能够得到保障呢 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 又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王宠非常聪明 对数字十分敏感 就是或者那个作为伪号 是零四五九的是靠窗的 其中零和五是三人一排那个靠窗 四和九是两人一排那个靠窗的 我给你出个三位数乘以三位数的题 看你能不能心算啊 223乘以332 74036 王宠说 自己残存的微弱势力 可以勉强用计算机答题和学习 学校要求他从此放弃盲文 他也可以做到 但希望学校能给予更多的帮助 拿到录取通知书时 王宠对大学新生活 有着无限的向往 他想实现当数学老师的梦想 想和室友们一起学习玩耍 想在大学校园里谈一场恋爱 他对女孩子 显然的女孩子说 你随便说三个数 我跟你说陈出来多好 那女孩子马上就喜欢他了 那女孩子说你有病 我以为你还不如有个计算器 截止发稿前 学校给出的官方回复是 学生已正常入学 学校不接受媒体采访 但就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王宠与家人 已和校方有过两次谈判 校方要求 王宠在有家人陪同的情况下 在校外租房学习 对王宠父亲提出的 给王宠配备导盲犬或住残车 配备点读笔等无障碍服务 校方均暂无回应 没有宿舍 没有盲文课本 甚至还来不及和自己的新同学认识 王宠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大学新生活 盲人参加普通高考 看似给盲人打开了一扇窗户 但是国内目前还没有一所大学 能够提供完善的盲人助学服务 就又把这扇窗户给关上了 那王宠接下来的命运究竟会如何 盲人高考究竟是给了他们希望 还是让他们更加绝望呢 我们一直会关注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 王宠说出了一个自己的梦想 就很小的时候 他就想长大 立志做一个数学老师 这是不是他一直以来 对自己的生活设想呢 对 他从小学的时候 就对数字非常敏感 他父母就已经发现了 他在这个方面的专长 所以他自己一直就很想要 做数学老师 而且他对学数学特别有一套 就像我刚刚在片子里面展现的 他其实会不自觉地注意到 很多数字上的规律 包括三位数乘以三位数 这种对于我们来说很困难的惩罚 他都可以很快地心算出来 我觉得他在这个上面是有天赋的 我也问过他 你想当数学老师是为了什么 他说我自己有一套 盲人学习数学的方法 我希望把这种方法 可以交给更多的盲人 这样子可以把他们从 只能学习盲人按摩 这个专业的道路中解脱出来 他们将来也许可以教更多的 就是成为更多的数学老师 那么学校其实前后态度 是有一个变化的 那么这个变化有没有让王宠捕捉到 他有没有一些难过呢 其实王宠和他的父母 在火车的来路上 因为他们那个火车要走24个小时 他们一直在畅想这个大学生活 就觉得一定学校会有一些安排 或者说会至少会住宿舍吧 然后就有很多的畅想 包括刚刚那个片子里也展现了 王宠他可能还想在大学里 谈一场恋爱什么的 但是因为要住学校外面这件事情 就一下子让他觉得心里面特别的纠结 所以当时我见到王宠的时候 他是在哭的 我当时就问他说 我说为什么掉眼泪 他就告诉我四个字 想住宿舍 他讲完这四个字 眼睛一下就又红了 就是可能因为他曾经读的是盲校 他只接触过盲人的同学 他没有和健全的人 真的除了他的父母以外 真的在一个共宠的生活中 生活环境下生活过 所以我觉得他对这个事情的渴望 是我们常人可能很难想象的 其实王宠不仅仅是说 对于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 有了一个渴望 更多的是他想通过这四年的学习 能够真正的融入到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 所以这个现实是这样 和他理想还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也许他暂时还没有办法来接受 这两天他有没有和你联系 比如说他在校外住的一些情况是怎样的 对 他有给我联系 其实王宠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我有问他 我说学校现在让你住在校外 你可以接受吗 他就说我妈妈陪着我 学校也出钱了 然后网费学校也愿意给我出 也已经答应了 然后我说这个房子到我学校 不用过马路 因为他们学校的门口 就是一个六车双向道的一个马路 非常宽的马路 非常宽的马路 而且就是红绿灯 就是人行横到现场是没有红绿灯的 非常危险 如果没有人带着他走的话是很危险的 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看来 过马路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对于王宠来说都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那个房子是不用过马路的 他就很开心 他就很知足了 他说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安排这样子我可以接受 然后今天下午 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他又给我发一条信息 他说他已经见到他的同学们了 因为同学们都在军训 但是他军训不了 他就上这个体育保健课来代替军训 代替军训的学分吧 可能我不是很清楚 这是学校的安排 然后但是他也确实见到同学了 我就问他同学们对你怎么样 他就说挺好的挺关心我的 我觉得他应该开始慢慢的适应 他的大学新生活了吧 我相信他没有问题 虽然王宠的生活 现在看起来已经慢慢过于平静 但是在网络上 其实这件事情 也有了不同的声音 而且好像大家的这个说法也是众说纷纭 那么我相信你也已经在关注 这个事情的一些进展或者是报道 你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现在有很多的网民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说王宠在高考之前的这个体检表作假 是说他的那个视力 当时做的是正常 然后就是说等于他故意隐瞒了自己 忙人的这个事实才考上了大学 这个我想是绝对不存在的 而且我今天上午也给他的父亲发了一条信息 他父亲也是用非常肯定的口吻 告诉我说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他考的是忙人考卷 如果说他 一个正常人的话 从而学习忙吻 对 而且他如果是这个隐藏自己的 真实的这个视力情况的话 他怎么能拿到这份忙人考卷呢 这个肯定是不存在的 然后另外就是网友比较大的一个争议 就觉得好像这个家长要的太多了 什么导王犬这个太不现实了 你家长不应该要求这么多 其实导王犬这个事情 最早并不是王宠的父母提出的 也不是王宠提出的 王宠自己并不清楚有导王犬这个事 王宠的父母呢 都是非常朴实的就是农民家庭出身 他们都搞不清楚导王犬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是去学校谈的时候 院长提了一句说 国外的大学是好像有给忙人配备导王犬的 不知道我们现在可不可以 其实这个问题是学校先提出来的 然后呢最后因为没有办法实现 所以就落空了 最后也不提了 并不是说 母王宠的家人要的太多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也从侧面反映出来 我们国家和国外的大学 其实在这个无障碍的配套设施上 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其实就我了解 我查的一些国外大学的资料 包括我看的一些国外留学生的笔记 他们就是说导王犬和盲人是形影不离的 在教室里面 大家看到一条狗趴在一个人旁边 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就知道我的这位同学可能是一位盲人 因为在国外这个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他们而且国外的这个盲道啊 包括无障碍的这个坡道啊 都已经做得非常完善 大学里面能让一个盲人上大学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事情 所以但是在中国呢 就是大家会觉得 哎呀要一个导王犬都是很奢侈的事情 或者说如果真的有导王犬这回事的话 要到哪里去找一个导王犬呢 连这个大学的领导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能够拥有一个导王犬 所以说就也可以看出这件事情 高效在对这件事情了解上的一个短板 嗯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租房的问题啊 包括导王犬 或者给他配备一个电动的小车啊 这些都是物质上的 是可以通过金钱啊 或者说社会上的募捐能够得以解决的 嗯 关键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你看各方的反应 包括像学校最初的态度 嗯 其实还是人的观念的问题啊 嗯 就包括像我们之前也采访了一些 像红四代的学校 嗯 他们这些学生真正能不能够融入到社会 我相信你对这个选题一定有很深刻的反思 嗯 那么你的思考是什么呢 对 其实有很多网友的回复 让我觉得有点难过 网友就说 我平心而论 没有一个正常的想和忙的人 做到一个实现 这个回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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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